同春籍的蔡田号交罚遭到菲律宾扣押到现在第三天 屏东县政府在刚刚发布 蔡田号事实上已经超出规定的作业范围 将对渔船进行裁处 最近状况历史严县记者包金颖 那么通话明看到这一张张照片呢 是菲律宾政府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把他们扣押台湾船长的这个书面报告呢 传送到外交部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第一次在24小时之内 接到菲律宾的官方调查船征 那么可以看到照片当中 穿着红色上衣的这个蔡田号的船长蔡坡 他是呢被这个十几个菲律宾的官方人员团团包围 其中呢 甚至有穿着蓝色上衣制服的人呢 赫枪实弹的在讯问他 那么正是在这个三号上午呢 这个蔡坡这个船长 他是驾驶着他的蔡田号交罚 在菲律宾巴丹群岛附近的时候 被菲律宾的这个执法人员给扣留 那么当时呢 这个船长一度是说他没有越界 而且他当时呢是在睡觉 那么他声称呢 自己是突然遭到菲律宾的官方人员武装扣押 那么甚至还跟这个台湾的家属表示呢 这个菲律宾对待他非常的粗暴 那么事后呢 外交部紧急介入协调 那么现在呢 这个菲律宾已经是出善意 不但是有带这个船长去就医 并且呢还帮他准备了换洗衣物 那么现在呢到底这个船长是不是有越界成为这个关键的争议点 那屏东县政府刚刚已经发布了最新的一个调查的结果 那他们表示呢 这个根据屏东县余法监理自治条例规定呢 交罚是仅限离岸12里内作业 但是案发当时呢 这一艘蔡田号 它是已经离岸78海里 所以明显呢是违反了规定 所以屏东县政府呢 也将对这个蔡田号来进行裁处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 镜头交换棚内 好目前所看到的是关于蔡田号事件的最新发展 谢谢大家